各位投資人,大家好 我是元大投信基金經理人,孫輝侯 針對上週,上個禮拜五,美股的拉回 我們這邊有一些想法,想跟各位投資人做個分享 首先,上個禮拜五主要是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美國總統川普臨時的對外發言 表示說可能會對中國實施一些關稅的制裁 來報復中國對於疫情隱匿的一個措施 那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主要是因為川普在這一段時間的疫情處理上來講的話 並不是十分的理想,引發了一些民怨 也造成他在總統民調的支持度上面來講的話 並沒有一個明顯的上來 那所以說他才會藉由指責中國 然後來凝聚他的人氣 那所以他才可能會用一個關稅的一個措施來懲罰中國 那在這樣的一個懲罰的一個關稅裡面來看的話 對於半導體產業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所以說上個禮拜五的一個美國的走勢來看的話 就是廢城半導體指數的一個跌幅是比較重的 其他的指數相對來講 就沒有那麼的一個過度的反應 那我們認為說 其實以美國現在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狀況 以及財政以及這個流動性的狀況來觀察的話 其實他不論是在流動性、在信用利差、在市場情緒的部分 都已經看到了明顯的改善 那至於在經濟指標的部分 目前雖然數據出來的一個狀況都不是十分的理想 不過都比原先預期的一個數據呢 要明顯的好轉 那顯示說最差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那未來我們會持續的觀察一件事情 就是在於各州陸續解封之後 整個一個復工跟民生恢復正常的一個進展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可以帶動他的一個民生跟消費的改善 然後也會改善他的一些經濟數據的表現 那在操作建議上來看的話 我們這邊會認為說 關稅懲罰其實只是一個短期的效應 以一個短期的題材來看待就可以了 而且他影響了市場範圍相對來講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說我們認為在這一段時間 反而是在拉回的時候 可以逢地布局去尋求一個比較好的標的 這一部分的話我們會認為說 像是之前跌生的族群 或者是宅經濟受惠的族群 以及一些優質的企業 都是一些比較好的一個選擇標的 同時在資產配置上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認為說 可以逢低的去加碼一些股票 同時呢調節一些債券的部位 那我們在這邊還是會重申一下 這一次的一個事件 基本上它還是屬於一個短期的影響 是給投資人一個逢地布局的一個好機會 以上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因享樂公開說明書